戰爭這件事情我是很看不慣 其實許多西方學者 包括台灣的 那就更不用講中國的了 他們在談到戰爭或者說安全的問題上 他們都是什麼盾位主義 都在比說多少艘軍艦比多少艘軍艦 11艘航母對3艘航母 什麼比幾顆核彈 這個是大國之間的戰爭才需要考慮的問題 比盾位 那麼以台灣的這個size 台灣的體型 戰爭絕對是一個政治決定 絕對不是一個軍事決定 當然在被迫的情況下 如果台灣被迫自衛 那麼戰爭就是一個百分之百的軍事決定 但是在還沒有走到那一步之前 戰爭對台灣來講是一個政治決定 所以台灣如何在這裡 發揮政治上的智慧 包括用上我們剛才談的說 台灣是在民主陣營裡面 現在被美國被歐洲 幾乎是捧成了一個 漢字圈內 一個未來民主化的一個燈塔 一個希望 這個位置台灣要好好的這個利用 那麼關於現實主義這方面 那麼我們不能因為麻雀雖小物 麻雀就沒有就不去練功夫了對不對 所以台灣在這個國防上面當然要盡他的權力 但是盡他的權力 我想這裡我覺得很多人應該是明白我講的這個道理了 就是台灣再盡權力 你如果走上了盾位主義這條路 恐怕對不對 因為你小嘛 你是走不遠的嘛 盾位主義 那麼後來有一個叫做不對稱戰術對不對 那好 那不對稱戰術 談的也只是說能夠堅持幾天 維持幾天 然後看 民主陣營要不要來幫 怎麼幫對不對 那其實台灣還有一個最大的武器 那麼這個我是寫過很多文章 但是我也知道80%的人不同意我這個觀點 但是我依然要講 也就是說台灣最大的避戰 或者說止戰的武器 就是台灣人的自己的意志 台灣的人心 換句話說 今天中共想要的 還有美國想要防的是什麼事情呢 是台灣這個島被佔領 如果有人只佔領了台灣的一半 對他一點意思都沒有 他要就全部佔領台灣這個島 所以台灣人自己2300萬人要表現出來 我已經下定決心 我可以被打敗 沒有問題 但是我絕對不會被你佔領 不會全島被你佔領 台灣人只要這樣的明碼標價 表現出這樣的意志 我覺得這個就是台灣 只佔的最有效的方式 比軍艦 比這個飛彈還要有效 這個也同時讓將來要幫助 我們的國家知道你的人民 你自己有這樣的決心 所以他願意來幫助你 這個就是說 我說這個在台灣 這個對人民啊 對這個政治的 對政治的認識 還有對這個戰爭裡面的這個政治的作用 這個要有很深入的了解 這個對台灣才是好的 我想請教小龍博士 您覺得所謂的民主國家跟專制國家的 這種鬥爭也好 這種競爭也好 能夠成立嗎 還是只有民主國家自己在想的呢 其實這個民主國家 特別是以美國為主要的角色的這個民主陣營 和專制國家 特別是原來的蘇聯現在的中國 這樣的對抗 相當長時間的一直在進行 那麼剛才前面提到台灣 這個美國現在的支持台灣 不全是因為台灣是民主制度 就是這個價值觀方面的 還因為台灣的戰略地位越來越重要 那麼這裡我特別想講一句 台灣的朋友們可能比較少聽到的 就是台灣的朋友們 你有沒有意識到 台灣的戰略地位最近過去的 十年來是越來越上升了 變得越來越重要 那麼有各種各樣的比喻 說台灣是比方講是 21世紀的西柏林 也可能是朝鮮 因為有朝鮮戰爭 等等等等 各種比喻都有 還有第一島鏈 第一塊股牌等等 但我想講的是說 大家可能沒有意識到 在馬英九時代 其實台灣的地位就被提升了 但不是被馬英九政權提升的 是被中共提升的 怎麼講 就是在馬英九政權和中共 不斷改善關係的時候 出現了台灣當局的兩個誤區 第一個誤區 低估了中共擴軍備戰的企圖心 第二個問題是 低估了中共擴軍備戰的 第一個攻擊目標是台灣 所以才會有什麼中戰 這個開戰就是中戰之類的說法 一直到今天還在這樣說 那其實 如果回到馬英九時代 你們會看到說 當年 兩岸關係貌似很好的時候 正是中共開始擴軍備戰 準備造航空母艦 那個時候他的計劃 一直執行到今天 但是呢 推高台灣戰略地位的 恰恰是中共的擴軍備戰 因為他的擴軍備戰 台灣被逼到了 這個退無可退的狀態 而整個的民主國家才發現說 原來蘇聯垮台以後冷戰 美蘇冷戰結束了 但是中美冷戰被中共點燃了 這個是我在台灣那個 另外一個節目 政經最前線經常講到的一件事情 那中共點燃了中美冷戰 就逼得西方陣營 必須重新評估台灣的戰略地位 那越評估越重要 最後發現說 這是第一島鏈的第一塊骨牌 捨不住它 後面這個多米諾效應 會一連串垮下去 第二個是日本感到危險 然後韓國立刻感到危險 等等等等 到了這種時候 台灣的戰略地位 和台灣的民主價值觀 民主政體 結合在一起 就讓台灣成為了一個 實際上成為了一個 世界關注的重心 從來沒有過 這個台灣歷史上大概 全世界現在都在談台灣 那這個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你要從台灣的不安全來講 那是因為中共在威脅台灣 所以台灣是有些不安全 但從另外一面來講的話 也正因為全世界都在關注台灣 中共反而 現在會感受到一定的壓力 那麼接下來就是談到的 主持人講的 民主陣營能不能夠聯手 我覺得這是非常關鍵的 就是從歷史上來看的話 這個民主國家在面對 紅色大國的直接威脅的時候 通常是能夠聯手的 那麼 也就是說 這個民主國家 還有一些一個歷史教訓 像美國 當年羅斯福總統也是在 這個日本侵略 這個珍珠港之前 轟炸珍珠港之前 對日本採取的綏靖政策 比方給日本提供大量物資 但是等到珍珠港挨打了以後 美國才意識到 這場戰爭非打不可 要打就必須打到底 那麼相關的各方 所有的盟友們 整個印太地區 美國等於把這些國家 全部都集結在一起了 那麼現在其實也正在形成 這樣的集結 我們看到一個比較典型的 前一陣子 大家討論比較多的 就是日本的 安倍前首相被刺殺之前 他提出來的 日本的對外戰略 是建立在台灣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這個基礎上 這就是一個重大的推動 所以推動這個台灣國際地位的上升 國際戰略地位的重要性 現在已經不僅僅是中共在推了 它是反面的推的 就是它越想威脅台灣 那麼國際社會這個重視台灣 要求保住台灣的這個認知就更強烈 在一起 我們聽說 這邊也不是 我們規定 通常是 是